九龍佈今年六月開始公告 是是有新的人到六月以下的家長 停車位設定管理辦法 整項特點公共停車場 應該保留百分之力的停車位 讓有新的人到六月以下的家長來停車 但求民眾發言 富裕車位向僵用 就算有政也沒有停車位 來到中華市休公路第2停車場 可以看到偷偷寫到富裕專用停車位給民眾的車占用 車庭也沒有專用的停車者 顯示出民眾堅固對富裕專用停車位的觀念 高通報在今年六月開始 公告是是李棟和少年後李家看的保障法規定 第二點公共停車場應該要留百分之力的停車位 作為無新的人 現在是有六月以下李棟的家長停車位 但實在看起來 有很多人不知道有這行規定 我是新手媽媽 然後政府通知的時候 我們就去衛生所領那個停車證 但是我常常就遇到說那種公有停車場 這個停車證 停車位都被一些沒有證的人暫停 變成我們帶小孩其實也不是很方便 可以停得到這些位置 不然大賣場醫院其實常常都被停走 我們就覺得真的很困擾 就是我們有這個證 可是卻停不到這樣的位置 所以我們就想說去跟這個議員 黃建和議員付出這邊 反映說希望可以政府可以多加宣導 讓我們有證可以停得到停車位 這樣 交通部喔 在今年有來頒佈就有 建宏現在手中提的這個 這個孕婦 還有育有六歲以下 兒童的這個 富幼專用的這個停車證 在今年八月初 在我們中華政府 我們全省 都有在讓大家 只要負責主席都會領這個停車證 也有規定說 只要公有的停車場 如果沒有25位的這個停車位以上 都要設置百分之兩%的這個 富幼專用的停車位 但是建築 有去注意到 因為有這麼多的媽媽 來我的服務所來領政 說他們領著這個政 結果可以所有公有的停車場 所有的這個位置 都去沒有領政的這個車 來把它占負責 所以說這個政策非常好 但是 到現在 所要讓媽媽都沒有為他停 變成這個政 所要變成有名無死政策 沒有辦法落實 所以說在那裡 要來讓我們政府單位 管理單位 可以這樣來 多多給我們的民眾來做一個選擇 只要偷偷偷到這個紅色的雞 紅色的雞 有什麼一個婦幼的 這就是我們的孕婦 還帶有這個六歲以下的兒童 專用 一定要有這個政的 才可以來聽到這個婦幼的這個停車歌 高通報也說過 不管是應該要在這裡 要做了合一間 適合富幼專用車位 如果沒有將會開發1萬到5萬塊 車位如果沒有富幼停車證 停在專用車位 以這規定可以開發600塊到1,200塊 不過今年也是算多期 你看一九年六月底才的正式開發 新中華歇一門 拜託林中華 蔡紅報道 在ogens華歷刀